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哈喽 我是Julie 今天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如何突破我的障碍呢 从不知道怎么去卖H4呢 到今天可以成功的Cruise 回想起五年前 当公司推出这个H4产品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卖价是25000 但知道这个Machine是25000的时候 首先我自己先没有信心 认为说25000真的有人要买吗 真的是我可以卖出一台Machine 25000吗 那因为自己先没有信心 所以去做任何consultation 把这个产品介绍给身边朋友 或者是顾客的时候 那这个consultation那边就没有那个说服力了 因为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那个时候就不断的跟身边朋友分享的时候 就是卖不到 那后来呢自己静下来思考说 我要怎么去突破这个障碍呢 在我consultation过程中呢 我还是close不到Sales 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 我还是坚持的不断的一直在跟身边的朋友 不断的告诉他们说 有H4这个新产品 然后呢他怎么可以帮到你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我只知道说 只要我不放弃呢我还是可以找到一个突破点 有一天我可以成功的把H4给卖出去的 那第一点呢就是我先从sign course开始 sign course呢主要是我要让顾客们知道说 以他们个人的身体状况 他来体验的这个清养过后几个钟后呢 他可以看到什么效果 那多少个小时过后呢 他可以看到什么健康上的改善 所以从中呢我就收集了很多很多的那个见证 那我就在不一样不一样的各个身体状况 不一样的那个情况之下呢 我收集累积的不一样的一些见证之后呢 我开始收集见证过后 我个人呢我就提升了我个人的信心说 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帮到很多人 那第二呢顾客也有信心对这个产品说 这个moo machine呢确实是可以帮助 很解决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上看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呢从sign course那边呢 我就开始呢慢慢的累积了这个一般的顾客之后呢 再从那一边呢开始去加强 让我可以卖到HO的这个突破点 但是我还是卖不到 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还是不断的 跟顾客分享有这个产品 有这个很好的效果可以帮助到他们 所以呢还是有不断的有人来sign course 来体验那我就不断的有很多新的见证 那时候还没有做video 那时候的见证就是拍照 before and after before and after 所以手头上呢就有开始很多的这个 这个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见证在手中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慢慢的突破了自己 从sign course呢到可以租机 那顾客愿意塞了一个 course 来说5个小时或者是25个小时过后呢 他们愿意花3000块5000块 把moo machine租回去回家再次的体验 那那时候我在想说顾客有机会租回去了 那他那个成功力 应该会更好了 但是呢我仍然还是卖不到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真的是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那应该是有一些东西是卡着我做的不好 是应该要精进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向成功人讯息 就咨询了Wincent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在HO方面呢 是卖的最好 而且是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最强的 所以呢我就向成功人讯息了 就不用拍写了 就直接的问他说 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说 我可以crose sales 我可以这个sign course course 可以成功的crose sales 在租机方面 但是就是不能成功把这一台machine卖了出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直接的 我就问了Wincent说 你是怎么在做HO consultation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所以他就很直接的 我叫他说你不然你录音给我好不好 一个是英文的一个是中文版 那他就录音给我说 最简短的就是最basic的介绍HO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一直仿佛的在听 在听 在听 那我每次见顾客 或者是他们在sign course的时候 或者是租机的时候 去拜访他们的时候 我就以这种方式去跟顾客分享 然后因为手头上做了很多sign course的见证 那就不断的就开始做了一些PPT 然后就有累积很多见证 然后就copy出来 就复印出来了 那就放在一个发里面 然后给顾客 分享给顾客看 然后后期呢 就到我们有social media了 那就不断的将自己的成功的那个个案呢 就post在social media 给身边所有的人知道说 确实市面上是有这个很好的产品呢 非药物疗法 是确实是可以帮助你改善你身体 你目前的状况 甚至可以在你在癌症的普助治疗上呢 得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呢 从中就这样子调整 从social media的posting 到自己的consultation的说法呢 那终于终于呢 在两年前呢 我确实看到我在Cross HO方面呢 是看到很好的突破 那因为也经过了这么多年 自己手头上也收集了很多不一样不一样的 这个产品对顾客们的帮助上的见证之外呢 当然你手头上的见证 个人的个案也多 你对这个产品的这个信心 你去做consultation的时候呢 你行中你肯定会有更好的信心去分享给顾客 所以呢 我是个人觉得说 你不要吝啬的去把你很好的那个见证给做起来 去分享给身边所有的人 那你分享的时候 Google看到这个是你如意的见证来的 那我心中他们也对你更大的信心了 因为你做过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个案 所以呢 从自己的见证到公司 consultation的见证呢 从我们的youtube video呢 那在这方面呢 确实是公司是帮助了很多 就是给我们很方便说 当你遇到不一样不一样的个案 你要去做consultation的时候 你是可以用很不一样的 不同的这个见证呢 去分享给顾客 所以呢 那在这方面 因为资料上是充足了 见证是多的太多了 那我们要做的这一棒呢 就是你要不断的分享 我所谓的分享呢 就是不只在你 social media 上的sharing 之外呢 去share consultation的这个见证 或者是share你本身自己的见证也好呢 那让更多人对你有信心 你是可以帮助到他们 而这个产品是确实可以帮到他们 让身边很多人知道说 这个是另外一个option 让他们在健康上出现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对健康意识要提升的人呢 他们都可以试试体验这个清养的那个效果 所以那第二呢 的分享呢 就是在你的见顾客的时候呢 也跟他们提一提 你看到他的问题的时候 跟他给他了解说 清养是如何可以帮到你 所以在MCO的第一个MCO的时候呢 我就是这样的 用这种方式去跟人家做分享说 让他们提升这个健康的意识 所以不只是在during这个疫情 我们健康很重要 那平时我们其实健康都非常 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这个产品呢 在无时无刻 是对你整家人是非常的需要的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就从中呢 就找到了我的突破点 就是不要吝啬的去做分享 也要坚持不断的去做分享 也一定要坚持 不是说你做一次两次的sharing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成果 始终我在五年前到两年前的 可以卖出这个HO呢 也摸索了大概是两三年 但是你们也不需要这么两三年了 我觉得 因为现在资料这么充足 见证这么多 只要你个人不要吝啬的做分享 不要懒惰的收集个人自己的个案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突破点了 使用natural非药物疗法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排毒抗发炎弊病的一个效果 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方法就是使用HO HO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掉坏的自由基 排酸毒达到一个灭炎弊病的最佳效果 第二项就是HTT HTT呢是有效的排寒湿毒疏通我们的经络 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止痛 第三 The one-to-one diet The one-to-one diet的step one跟step two呢 是有效的启动一个自觉系统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呢排掉一个老旧细胞 让我们的老旧毒肺物呢 顺利的排出体外 而且补充齐全的营养 第四就是用lice bug lice bug呢最有效是排血液的垃圾 补充我们的神经细胞 而且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那记得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常使用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Netro非药物疗法的 排毒抗发炎和弊病的效果